疫情反复之下 香港金融行业受到冲击 日前 香港特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虽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在疫情中展现出很强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但业界确实面临严峻挑战 未来财库局将出台多项举措应对冲击 第一 当然是直接的支持跟资源 所以为什么包括我们过去有好几轮的 在防疫抗疫基金里面注资 目前我们投入的资源差不多占我们GDP的1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大的体量 那么另一方面当然除了支持资源与卖 我们也同样要投资未来 那么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在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一些逆周期的一些措施 积极有为的来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那么除了这两块以外 第三方面的我觉得就是很主要 就是发展市场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局的主要工作 徐正宇表示 尽管受疫情和全球局势变化等因素影响 香港金融系统依然坚韧稳健 这也为大力发展市场提供了良好基础 目前在中央政府及各部委支持下 财库局正致力于落实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南北双向扩容 那么在南向方面呢 我们现在扩大的范围就是把我们现在香港没有收入的 或者是没有盈利的这个生物科技公司纳入这个互联互通的范围 那么北上的呢 我们就把目前在上海的科创版的这么一些股票呢 就纳入这个股票的范围 那么这个扩容之后 大家预期的就是说呢 内地投资者通过港股通就能够买到我们在香港上市的 没有收入或者盈利的这么一些生物科技公司 那么国际投资者也包括香港投资者呢 通过这个内地的互联互通计划 就能够买到呢 内地的科创版的企业 徐正宇认为 深化金融互联互通的措施 体现了香港一臂两面的发展本质 他指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不但不会令香港失去既有优势 反而会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么一个经济重心 都是从西往东移 那么很多的这么一些投资者 因为呢 全球这个低利息环境啊 他们的罪足那个高的回报 那么很自然都会把目光投向我们国家 因为我看到 其实我们跟内地越对接 越了解内地的发展 越能够深入的 从内地的发展里面得益 反而让我们在国际投资者的心目中 更有竞争力 更有公信力 所以为什么两者是并行不备 而且是相互出尽的作用 徐正宇说 粤港澳大湾区 为扩大香港的金融业务 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未来财库局还将加快落实 大湾区的跨境理财通 期待早日向市场公布计划的执行细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